好的 各位同学 这期课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的目标满分部分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要看到是函数的对称性和周期性 应该说咱们在预期课里面呢给大家讲过这个函数的性质对吧 但那一块呢主要是我们一个什么 这个单照性和旧有性 那么应该说我们把它补全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对称性和周期性 那么对称性这一块呢可能大家还能够比较好理解对吧 周期性这一块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呢第一次接触到的概念 咱们这个教材上呢可能没有周期性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就可能说讲这个周期呢会等到讲这个三角来讲 因为三角本身是我们在高中阶段呢 第一个什么周期函数对吧就是我们正统学的 但这一块呢坑上还是觉得要把这个呢提到前面来给大家来讲讲 因为本身的话我们抛开三角函数呢 这个周期单独也可以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对吧好的我们就来这节课呢 给大家讲讲什么对称性和周期性 好的我们先来看对称性 应该说对称性本身它的定义非常的简单 就是来看这个 如果函数fx的图像呢关于这个直线x等于a对称 我们会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们会满足fx等于fr-x OK这个是我们一个代数式上满足的什么 等式关系对吧 那么这个代数式给了我们怎样的信息呢 来看一看就是如果说这个图像关于什么 x等于a对称 那么fx和它相等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它所代表的含义是x和2a-x呢 对应的函数值是一样的 所以x这个资本量和2a-x的资本量呢 对应的函数值呢怎么应该是相等 对吧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来怎么画一个图 OK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一个函数对吧 就是这个可能看起来呢像一个二次函数 这是x等于a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称性呢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二次函数了 对吧 x平方减2f加1呢 它的对应轴是x等于1 对吧 图像整体呢关于这个中间是对称的 那比如说x平方加4x加5呢 x平方加4x加5的话 它的函数呢什么 是关于x等于-20对称的 也是中间那个轴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两个会相等 来 你想啊 就是 假设呢 这里有一个点是xy 就是我们还是从来上有这样一个点 对吧 那么有这个点的话 那么这个点关于这个直线的对称点 注意 由于这个地方图像是关于x等于a是对称的 对吧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点关于x等于a这个直线的对称点 在哪 在这 对吧 什么 ra-x 然后动号y 对吧 这个对称点呢也会在图像上 注意啊 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轴对称的话 那么这两个对称点肯定都会在我们的什么 这个图像上 对吧 好 这个点会在图像上呢 就会满足y等于fx 所以你图像肯定会满足这个方程 对吧 这个点也会在我们的图像上呢 所以y等于什么 f2x 对吧 那么拿这个y做一个对应的话 就会得到什么呢 fx等于f2a-x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轴对称所表达什么 这样的一个含义 对吧 那么你从另外一角度也来讲就是 它如果是对称的话 那么这是个平行的状态 对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x 对吧 这个呢 是ra-x 对吧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呢 它什么 应该是一个和x平行 对吧 那么它的函数值呢 肯定会相等 对吧 那么就是fx和fr-x呢 会相等 那么如果说函数fx满足这样一种特性的话 我们也把它叫做是一个轴对称函数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对称轴的状态 对吧 关于这个x等于a呢 是什么 是对称的 好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轴对称 大家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图像 对吧 就是这个图像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吧 OK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可能对大家说会有点难度的是我们的代数式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函数关于x等于a对称 那么这个代数式呢 大家怎么 要对它有一个印象 对吧 因为我们后面待会呢 还会讲到这个周期性 就是周期性那个表达式 它和这个轴对称的表达式呢 会长得很像 但是呢 也会有不同 我们待会呢 会讲它的不同 对吧 所以呢 大家怎么 对它呢 要非常什么 非常了解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还可以就引申出 比如说给你一些什么 给你一些简单的例子 你能否说出它是对应轴多少呢 对吧 比如说 来 来 fx多等于f4-x呢 注意 fx多等于f4-x呢 那么这个是什么 是关于x等于20对称的 对吧 就是你去比对一下公式 对吧 这个地方是4 那么呢 就是2乘以2 对吧 所以关于x等于2呢 是对称的 对吧 好 如果说是fx等于f-4-x呢 注意啊 fx多等于f-4-x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关于x等于-2是对称的 对吧 所以就是你看到这种表达式要很快反应过来 它是一个什么 轴对称的图形 对吧 那么它的对称轴是多少 对吧 好的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啊 就是 下面这个 就是我们的 哎 就是中心对称 来 注意 如果函数fx的图像 关于这个点ab呢 是一个对称的 那我们就说 哎 满足什么条件 满足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就是f2a-x等于2b-fx 或者fx呢 加上f2a-x呢 会等于2b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这地方呢 有一个点ab OK 来 注意就是 我们假设点xy 注意啊 我们假设点xy呢 在这个函数图像上 对吧 那么这个函数图像呢 是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什么 函数图像 那么OK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点 注意 这个点 关于它的对称点 在哪 在这 对吧 这个点呢 也会在我们的函数图像上 对吧 因为整体是个中心对称的 好的 那么这个点坐标是多少呢 这个点是xy 对吧 这个点是ab 那么这个点坐标多少 这地方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 终点坐标公式 对吧 就是 它和它的终点是它 所以呢 它的横坐标加 它的横坐标会等于什么 它的两倍 对吧 它的重坐标加 它的重坐标呢 会等于它两倍 对吧 所以最后呢 就是什么 就是ra-x rb-y 就是根据什么 终点坐标公式 应该说非常简单 对吧 那么就得到了这个ra-x和rb-y呢 会在我们的函数图像上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两个点坐标呢 都往这个什么 表达式或者解析式去带路 对吧 也就是y等于fx 这个点 对吧 然后这个点呢 是rb-y 等于什么 等于f2a-x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呢 往这里面带 对吧 就是把这个y呢 换成fx 所以呢 得到什么 得到rb-fx呢 等于什么 f2a-x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式子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fx呢 移到左边去 就是这个 对吧 fx加上f2a-x呢 会等于rb OK 这是我们这样什么 这样的一个解析式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样的什么 大概的示意图 对吧 就是为什么A会这样呢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个终点的坐标公式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中心对称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区分一下 就是中心对称和轴对称 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吧 比如说就给你个这样的设置 f2a-x 等于什么 负fx 对吧 和f2a-x 等于什么 等于fx 就是它都是这两项 对吧 但是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个告诉我们的含义是 关于x等于A是对称的 对吧 那么上面是什么含义呢 注意 这个地方是个负号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个正号 那么上面所表达的信息是 上面这个函数呢 关于点A0对称 对吧 关于点A0对称 就大家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哪 在我们的G函数和偶函数 对吧 偶函数呢 是f-x 等于fx 对吧 G函数呢 是f-x 等于什么 等于-fx 就是分别在这两个里面呢 去定A等于0 注意啊 在这两个里面呢 去定A等于0 对吧 就会找到什么 下面这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 我们在前面讲的G偶性呢 它其实呢 本质是一个对称性 对吧 偶函数是关于Y轴是对称的 那么是一个轴对称 对吧 G函数是关于圆点对称 是一个中心对称 那么套用到我们这一块的什么 一般情况里面呢 也完全满足 对吧 Y轴就是x等于0 对吧 所以就是A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中心对称呢 就是A等于0 然后B等于0 你会发现 网汁里面带 就会得到什么 我们这个G函数和偶函数对什么 表达形式 所以现在你可以去把这个G偶性呢 理解为是什么 所以理解为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轴对称 和一般情况下的中心对称 那么在我们这个G偶性那一块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是这个定域呢 要关于这个什么 这个圆点是对称的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先决条件 那么同样类比到这一块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轴对称也好 还有我们这个中心对称也罢 你会发现 它都要求要和我们这个什么 中间位置是一个对称的 对吧 就好比说 如果说是个二传数 是个轴对称 对吧 那么对称轴是x等于2 好 对称轴是x等于2的话 那么1到3这个区间 对称吗 对称轴是x等于2的话 1到3这个区间对不对 对称 1到3是完全对称 是完全OK的 对吧 那么两边都是B 那么这个呢 两边都是开呢 两边都是开也可以 对吧 这个也是完全对称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呢 半开半B 对吧 就是1是开的 30B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称呢 这个显然就不是了 对吧 就是右边三能取到 但是左边的1能取不到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一个关于x等于20一个对称情况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这一块呢 如果你要说它是个轴对称 或者是个中心对称的一个函数的话 它的定域应该的满 也要满足一定的什么 对称的条件 对吧 如果定域不满足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不太好弄了 对不对 OK 好 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对称性啊 就是中心对称和轴对称 好的 来我们往下面来看 OK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些题目啊 让大家来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什么 对称轴是多少 或者对中心是多少 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F2加x等 减去F2加x等于0 那么你首先先判断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轴对称还是中心对称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怎么把它移到这边来 对吧 就是F2加x等于什么 等于F2加x 对吧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轴对称和中心对称的一个什么 表达是区别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 轴对称 对吧 它是个轴对称的话 那么它对手到底是几呢 和我们刚才好像讲的这个式子呢 有点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它的对手是几啊 是1吗 按照我们刚才来理解是 Fx等于F2A-X 对吧 这个同学可能会去做一个比对 就是Fx等于什么 F2A-X 对吧 所以做一个比对呢 会发现A A等于R A等于R A等于R的话 A就会等于E 对吧 但是在这个地方 哎 还是有不同的 下面是X 上面是R加X 注意啊 下面是X 上面是R加X 对吧 这个呢 不一样 对吧 这个不一样呢 就会带动这个结果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对称呢 嗯 大家注意啊 在这一块 如果说你特别特别的纠结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有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 注意 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 我们在前面呢 也给大家用过 经常用 对吧 就是谁用谁知道 什么方法呢 就是 你是不是看那个R加X 看的特别不爽 对吧 你想 如果左边是个X 我就能判断 对吧 就是你根据Fx等于F2A-X呢 如果左边是个X 我就能够搞定 对吧 你现在是个R加X 你那我很不爽 对吧 你很不爽 怎么办呢 我们就让你爽 对吧 怎么爽呢 我们另这个R加X等于T 注意 换源很多时候 都是把这个资源上的进一步减小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对吧 你就直接另这个左边等于T 可以吧 好 左边等于T的话 那么就是FT 对不对 好 右边呢 R加X等于T的话 那么X呢 就是R-T 注意 R加X等于T呢 那么X就是R-T 对吧 X是R-T呢 就可以怎么 往右边带 对吧 那么会得到什么结果 F2 接什么 X是P-2 写错了 F-T-2 F-T-2 对吧 那么把这个往右边带呢 注意方右边就什么结果 F4-T 那么看这个式子 你是不是看了就会非常的舒服 对吧 F-T等于F4-T 那么可以仿照一下就是 F-X等于F-A-X 所以呢 R-A等于4 对吧 R-A等于4的话 那么A呢就会等于R 对啊 R-A等于4 那么A呢就会等于R 对吧 A等于R的话就是我们什么 对象轴 那么你现在呢 也可以来检验一下就是 如果对象轴是X等于R 这两个函数值相等意味着什么 这两个函数值相等的话 意味着R加X到X的距离 到这个直线距离 和R减X的距离呢会相等 对吧 X等于R是中间的对象轴 那么R加X的距离呢 是X的距离值 R减X的距离呢 也是X距离值 对吧 所以这个距离呢会相等 所以你如果这两个点的横坐标 到这个最中间的轴的距离相等的话 那么OK 它的函数值肯定会相等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觉得我们对象轴呢是X等于R OK 好 来第二个 第二呢大家可能怎么也看的不是很爽 对吧 这个左边是R加X 右边是1-X 对吧 这个怎么办呢 哎 用我们刚才讲的方法就是 我们如果看它不爽呢 可以怎么 可以去换圆 对吧 我们就直接令这个T等于R加X 可以反解出X呢 等于T-R 对吧 那么往回代的话就是FT 等于什么 等于F1-T-R 对吧 那么就是F呢 3-T 可以吧 好 FT等于F3-T的话 那么这个呢 去对比一下就是FX等于F2-X 对吧 所以R等于3 R等于3 那么A呢就是2分之3 注意啊 R等于3 那么A呢就是2分之3 对吧 所以它的对象轴呢是2分之3 对吧 是不是就会非常怎么快速的搞定 对不对 好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考虑它的一般性啊 就是FA加X 等于FB-X 对吧 这个地方呢 A和B随便 对啊 A和B随便 就是你A可以是什么 等于0 对吧 也可以不等于0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FA加X等于FB-X的话 这个时候呢 它的对应轴是多少 那么它的球解呢就会非常的简单 就是 对吧 令它等于T 对吧 令它等于T的话 左边就是FT 右边呢 是FB-什么 就是T-A 对吧 那么往下写的话就是FA加B-T 对吧 好 FT等于FA加B-T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除以2就对应轴 对吧 这个A加B除以2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 对应轴的一个结果 对吧 所以最后呢 X等于2分之A加B 就是我们什么 对应轴 那么可能同学又会在说 老师这地方不是一个T的自卫量吗 你怎么又是X呢 对吧 我们在不断给大家讲过就是 自卫量这个字母都是浮云 对吧 你这边换完以后呢 你可以怎么 再换回来 对吧 你用哪个字母当自卫量的话 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对吧 OK 所以最后呢 是X等于R分之A加B 对吧 是我们的对应轴 好 来看我们的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可以怎么 去套论一下这个地方 一个结论 对吧 你来对比一下 会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就是F-4加X 对吧 等于F0-X 那么就相当于这个A等于负4 注意啊 A等于负4 B等于0 注意 A等于负4 B等于0 对吧 A等于负4 B等于0的话 那么A加B呢 就是负4 那么负4除以2呢 就是负2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 A对应轴 OK 好的 那么我们这些地方的第四个呢 可能就会有点难度啊 就是F2X加 然后减去F2-2X等于0 那么这个对应轴是多少呢 是的孩子们 爱得把这个移到右边去 对吧 就是F2X加 那等于什么 等于F2-2X 对吧 那么这个对应轴是多少 嗯 这个对应轴是多少 OK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R 对吧 就会让同学们呢 会觉得怎么 会觉得有点纠结 对吧 这个地方的对应轴呢 应该怎么 就是我们需要 把这个呢 提出个R来 注意 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 提个R出来 对吧 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 这个地方呢 你在X前面乘一个什么 系数会是一个什么 会是一个伸长和缩短 啊 注意会是个伸长和缩短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对应轴是多少呢 哎 就是什么 X加1和1-X呢 来考虑 对吧 X加1和1-X来考虑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1 对吧 对应轴的就是1 OK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 第五个 F-X等于-F-X-4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对应中心的 对吧 如果说两边这个符号呢 是一样的 对吧 这边是正这边正 那么这就是这个 轴对称 对吧 如果是正负呢 那么就是什么 是一个中心对称 对吧 那么这个对应中心是多少呢 哎 对吧 移过去 对吧 移过去以后呢 是F-X加上什么 F-4加X 然后等于0 你对比一下这个F-X 对吧 或者说F什么 F-X 加上F2-X呢 等于2B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对吧 那么你如果这边看的不少呢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换圆 也就是说F-X如果等于T F-X等于T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F-T 对吧 那么对比一下就是 2A等于F-4 2A等于F-4的话 那么A呢就会等于F-2 对吧 B呢会等于0 所以最后呢 这个是F-20是对称中心 注意啊 F-20这个点是我们的什么 对称中心 对吧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方的第六个 第六个呢 就和我们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是很像的 就是我们这个呢 是主要这两个数呢 不相等 那么现在呢 也是一个4 也是一个6 对吧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就如果你还是觉得 不怎么 不太放心 可以怎么 去换圆 对吧 你令6加F等于T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FT 对吧 6加X等于T的话 那么X呢 就是P-6 对吧 可以往这里带 就是F-4-什么 A T-6 对吧 再加上FT呢 等于10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再往下写的话 这个呢 是F-10-T 加FT 然后呢 等于10 对吧 好 F-10-T 加FT等于1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等于下 所以你去仿战 我们这方的一个结果 就是 RA等于10 RB等于10 所以呢 AB都等于5 对吧 所以它的对称中心呢 是5 都号5 这样一个点 OK 好 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 哎 什么 函数的一个 对称性的一个求解 对吧 所以大家可能不单需要知道 我们在最开始定义时候呢 讲的这两个 然后呢 还有这个对吧 它的一个含义 那么像在这一块呢 就给大家去拓宽了 像比如说 这个就有变化 对吧 第二个呢 可能更有变化 那么第六个呢 也会怎么 有变化 那么就对吧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你看它觉得那 是否的吗 不太舒服的话 怎么 就果然化缘啊 对吧 那么化完以后 是不是就会非常清晰了 对不对 OK 好